以我昨晚观察 很多游堂的家庭经过 是吊齿那帮公司的阿叔退休 因为很简单 他本身真的没有立场了 因为首先是你这帮阿叔突然不知道是有人号召他 6点几就开始聚集 7点几就看到有三角穿黑衣服的 想贴面帽子 就让你们200个人围他 吊他 拆他 然后警察疏疏不做事 后来呢 当整帮网上脆脆计反为你 警察才分隔两边 然后一条白身的年轻 短时间在大本营经过就出这条片 就被人围 被人打 而那三位黑衣服的成功 就在分隔之后 就出回地铁闸口就走了 谁知道晚上10点几 有三位证实了两位退休警察就打人 而警察不抓人 于是群众就围 警察要保护这三个人 欧乐軒 在中环被我见到他 欧乐軒 现在就落油堂 他说你还不下去 他立即就去 他都算性目 你叫他下去 他本身是否想下去 不是 和麦咪聊天之后 他就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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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郭俊宇和胡志偉都去了 你还不去 你立即去 我现在立即去 当然我第一句不是问这句 我第一句说 给我报 就80万 23万 那可能 不关我事 他就算了 他这些东西 然后他过去 警察就被说法欧乐軒 就说正在等警车来 后来到12点多 才成功在警察保护之下 警察就送了这三个人 最后今天说 好像最少两个人被人落岸 是他有警察 是的 现在昨晚在现场 当然我看到很多街坊 我拍片 有两个阿叔很不友善 在阿明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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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面 好像想打执我 我就不理你 我就照说我的说话 说得很拍手 自己有 后来拍完片 他才跟我说 以为我留马车 然后有些人说 他就能够我 神经病 他帅哥在那里留马车 我说 那我留马车比你高 而且对你 留马车比你高吗 一百九十公尺 有没有那么高 很高 很高的